好 继续带来看到新城乡总头目曾县郎 之前过世享受90岁 那么家属在14号是办理了追思礼拜 一生致力阿美族语以及文化传承的曾县郎 由县府参议陈建村代表县长徐正蔚 也亲自颁发表扬状 来感谢曾县郎总头目一生对阿美族群文化跟地方贡献 新城乡总头目曾县郎 在10月7号下午5点持世享受91岁 家属14号办理天主教追思礼拜 新城乡的河里台北老师 民国57年曾县郎的父亲头目过世之后 随即继任北部落头目一职为部落居民服务 民国86年起担任新城乡总头目广受敬仲 在重要的岁石祭宜 为华人县联合风延节或是新城乡各部落祭典 都可以看见曾头目的身影 见证文化历史的进程更是阿美族的文化领袖 民国57年时候 曾县郎总头目担任北部部落头目 我们当时叫福布部落就是我们现在的北部部落 福布部落 他的父亲也是当时担任我们福布部落的头目一职之后 那过世之后我们曾总头目在地方主人一致勇待之下来承接了部落的头目一职 为部落的乡亲来服务广受敬仲 可以说非常受到地方的敬仲 尤其在我们重要的岁石祭宜的时候 我们在花莲县联合风延祭或是新城乡各个部落的祭典 都可以看到我们曾总头目的身影 而且它是在我们民国86年的时候 是由所有的我们部落的头目一致拥戴为新城乡的曾总头目 这种头目 尤其我特别补充一下 我们曾总头目在新城乡担任这种头目一直二十多年以来 只要新城乡也好 换点宪政文化在重要的技艺的时候 它总是率先士族 不予以利的为我们自己的原著名阿美族的传统文化来推动 一生之类阿美族裔以及文化传承的曾县朗 由县府参议陈建村代表现代徐政卫 亲自颁发表扬状 感谢曾县朗总头目一生对阿美族的族群文化以及地方的贡献 请代表徐政卫现场 致政给我们吉伯拉曾县朗总头目 花莲县政府表扬状 请容许我为大家宣读 曾县朗总头目 长期担任部落领袖 维护部落权域与民族核心价值 并传授珍贵文化资产 深受各界敬重 实为典范 特此包扬 县长徐真卫 中华民国 112年11月14日 相当和他表示 这里由于成就来自以曾县总头目夫妻一样的用心经营 只算承续着曾县朗总头目的爱 温馨力量 坚持 勤奋 责任 在各行各业稳重 踏实 延续的家风以及精神 曾县朗总头目 盟主恩昭 荣归天国 其美好的处事丰办 将留给乡亲族人无限的缅怀 记者接红一 请现在下集 到